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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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家聰 話說早前 大家知道有什麼情況 我基本上就困在家裡 在這段日子裡有很多人 叫苦連天覺得很悶 但我其實挺開心的 因為我在家裡可以打遊戲 吃開賣、看電影、看片 跟我平日的生活都差不多 再加上現在7月份 天天其實是三十多度 熱到抽筋 不用出街對我來說 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慢慢發現 原來是宅男其實是一個王道 身為宅男其實很多東西 原來影響不到你 所以我今天就決定介紹一款 我覺得身為宅男是應該要吃的東西 就像我那樣的肥宅 但我未試過做的 因為早前看了一段影片 杯麵炒飯 我看完好像很棒 然後我就叫兒子吃不下吃 他吃不下吃之後 我發現真的很好吃 但我就在想想 在這道菜裡面 在這道菜裡面 不知道在這道菜裡面 我們有沒有一些方法 把它改良或者昇華 我在想 杯麵炒飯 我們把它改良成為炒飯杯麵 可不可以把炒飯變成炸米 然後倒進杯麵的湯裡 通常是龍蝦湯、韋鮮湯、蝦湯 很麻煩 絕對不適合我們的肥宅 那我就想到 杯麵本身的湯也很夠味 雖然很不健康 那如果再加些炸米 會不會很棒呢 整件事好像又會忘記做 又好吃 所以今天我們就決定來做一個實驗 試一下這件事 究竟會不會成功 當然了 就有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這個白飯 我上網看過 它最好就是拿些飯 將它封乾 炸的時候就會好一點 因為它封乾後就有那麼多水分 我們這個飯是中買的 放在雪櫃兩三個小時 應該可以吧 因為不知道 其實我都沒做過這些東西 油溫七成 再六米 油溫七成再六米 OK 怎樣問七成 他這樣說 正常應該有些溫度計 還是我不知道 我們來 我來憑感覺 我都想問一下有沒有人知道 炸什麼脆米 還是炸米 用氣炸可以不可以嗎 一定用油 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這個 油溫七成 我們先放些飯 我覺得好像 漆漆的 一盡量就攪拌一下 那些飯 讓它分開一點點 它黏住了筷子 它不想下去 有水 它不想下油 可能真的要再風乾一點 但是我想說 但是很尷尬 就是飯 黏了一塊 我上網看 正常要炸兩次 我們看我們第一次炸完之後 我們最後得出了一個炸米餅的味 但也很香 我們再上網現價 剛剛我們發現 那些飯太濕了 我們就嘗試 把麵包丁一丁 那發現呢 不好 那現在就嘗試 把它鋪平 把它放在焗爐裡 焗乾它 但是這個可能 因為我們買飯的時候 雖然有問題 可能你們用隔夜飯 或者煮飯的時候 你下一點水 有些飯就硬一點 其實應該都不會有這個問題發生 非常好 不需要分開 放進去 馬上切開 好 我們第三次試 這次鋪魚肉味 這麼熱 這次不要管 一次過 有有有有 我發現它們已經攪不開了 有可能我看的 有些片段 就好像炸到定型 然後它打散 那我們就 嘗試 我覺得這次比較好 我們先把麵包丁 我們就準備做麵 分明一條條 飯是一粒粒的 我們人 食物是用筷子 食飯是要用匙羹 如果一條條和一粒粒的話 其實你會很麻煩 那我就決定把麵 把它硬碎 就像飯一樣 都是一粒粒 你可以用匙羹一筆 就吃到 還有就希望營造一種 就是口感的一個層次 就是麵 就軟軟地 可能軟軟硬 那飯就是脆 我幻想是這樣 第一個就先試這個 香辣海鮮味 每人做炒飯杯麵 是怎樣拿出來的 好的 就把麵炸碎 即是暗碎 就像媽媽一樣 還有什麼 那麵炸碎 都是跟我一樣的 記住吃 不知道會不會太多水 應該是不怕的 我喜歡很多水 我那個好像太多 我感覺到應該是好吃 我那個蛋應該是好吃 剛剛好 好 然後最後 翻炸了這些炸米 那就看看 最後那樣東西 是否成功了 不過其實它現在 和我上中的那種脆米 就不一樣 可能會再研究一下 看看實際是 如何成為那種 一粒粒分明的脆米 看看我會不會 在這裡 盡量弄散一點點 不對 好像準備 有些分開了 好 然後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各位觀眾 好 我的天 哇 哇 雖然煮好像很難煮 但可能是我還未熟 我們稍後拿另一個飯 嘗試應該會不同一點 香辣海鮮湯脆米 原來我每一口都會有脆米和麵 跟我計劃一模一樣 味道會膽一點 比平常吃麵 可能我們的水份多了很多 它不只是吃麵 要感覺到是味蒸湯的泡飯 但是好吃的 還有口感很有趣 有一次是平常吃麵 但又多了少許麵和配料 好 效果要嘗試再特意一點 就是直接煮一鍋水 然後倒入麵 同時倒入炸米 嘗試這個效果 看看麵會不會有多一點存在感 因為麵沒有太多存在感 但你會吃到脆米和湯 是好吃的 和杯麵炒飯是兩個世界的東西 是好吃的 炸米 剛剛放在冰箱上冷藏一會兒 我們看看效果如何 這次我會將它更簡化 其實應該不用太麻煩 不用再煮麵 直接把麵倒入碗裡 馬上加熱水 再炸飯 我相信應該是很棒的 我相信 因為這樣就應該保留麵的口感 現在麵就好像消失了 但我感覺到這次的盤子 飯是粒粒分明了很多 我想說這個是超級飽 它跟杯麵炒飯一樣 你吃完會超級飽 我現在吃完都挺飽 因為它全部都是澱粉質 有飯有麵 這樣吃都很難飽 好 第二次做這個 我發現是超級飽 不知道什麼原因 這次的飯就粒到一塊塊 最初好像不錯 但後面粒到一塊塊 高手可以留言告訴我 現在我們邀請Chi Ting試吃 太可惜了 剛剛好嗎 剛剛好嗎 剛剛好 麵也有感覺 剛剛是太淡 但這個是不淡 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雖然炸米失敗了 但味道足夠 不錯 但炸米失敗為什麼 總共來說 今天這件事 雖然整件事 看起來好像有點失敗 有點難做 但應該是不難的 我想前提就是 我們弄成炸米 可能就是要拿些隔夜的 然後風乾了 那杯麵我覺得 就是拿滾水淋下去 不要再下去煮了 一來太麻煩 以來我就會多了 這個我折角是小的感覺 就是這樣 純粹我自己太無理 想試一下這個 究竟好不好吃 就拍了這些片出來 就是這樣 或者大家有沒有隱藏的 你們的食物 有什麼食法 都可以留言分享給我的 多謝你們 謝謝再見 掰掰